蛇夫座,这星座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奇怪,是不是地图出错了呀 嗯,好像是哦,那我去看看这里总共有多少个星座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 没有错呀,十二个星座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不对,肯定是有哪个星座被头两换住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那究竟是哪个星座呀 要不我们仔细和对看看吧 行,让我来查一查 嗯,我知道了,是白羊座 土豆,是白羊座没有 嘿嘿,被我发现了吧 你确定 我确定 那这个上面是什么 白羊座 对不起,我做了,我看漏了 算了算了,要不土豆,我们干脆不找了,直接拆吧 快来这边的箱子里,拿剪刀 好吧,只能这样了 嘿嘿,那我来找一个适合我的星座 嗯,我也去找一个 等等,蛇夫座,我好像有一点印象了 听说,原本有十三个星座 蛇夫座就是十三星座里最厉害的一个星座 不过后面因为太过厉害,被其他星座一起打压,最后灭亡了 所以这个后面会有什么 你在干嘛 嘿嘿,老豆子,我,我只是想打开这个看看 你又不是蛇夫座,你选它干嘛 我这不是好奇吗,一个新的星座 不知道里面会藏着什么东西 那你自己的星座呢,又不要了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你就让我看看吧 那行吧,我还是去找我自己的星座 好的,土豆,如果有神气,我一定分你吧 嘿嘿,幸好土豆宽宏大量,让我来查开看看 不好,是野人猎手,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 嗯哼,吓死人了 叛啦叛啦,快过来,你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东西 嗯,是小羊 看,羊毛可以剪下来坐床,而且今晚我们可以吃烤全羊了 这么可爱的小羊,为什么蛇夫座里面的就是可恶的野人猎手啊 我不服 哎,旁边有个水瓶座,说不定水瓶座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哇,救命啊,是狼啊 我的羊,叛啦,你干什么呢,这小羊全跑了 嗯哼哼,对不起